Hello,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19日, 星期四 昨天不太有空, 没有出道说腾讯业绩 所以昨天说了一些选股, 下期选股的回合 昨天说了, 今天会补回的, 今天也会说一下 究竟腾讯接下来的国家如何呢? 昨天不太有空, 什么原因呢? 因为跟弟弟出去吃饭, 女儿说很想吃烧肉 很久都没有吃饭, 也没有跟他们出去吃饭 也知道封城光了这么久 昨天就去了, 之后又去转玩SOGO大减价 好像第二天, 昨天第一天 谁知道不去, 又自贺, 一去就入坑了 我搜了很多年精粗的东西, 都没有买的 每年都会看, 整天都会看 看看这些样子多漂亮啊, 看看 最终都没有买的, 但是今年就真的被人舒服了 因为售我姐姐都挺好的态度 今年就, 买新东西的业绩真的不太好 最差的好像是买了什么呢? 买了那些快速测试盒, 第一次买, 真是不懂的 不知道什么价位, 买了一百元一盒 现在跌到三元有交易, 真是跌剩3% 这样看, 整个过程里就虚了97% 真是很可憐 好像那些仙股那样跌了 搞得我个人都没有信心, 还买新东西 昨天买了什么呢? 昨天就, 买了守住很久很久都想买 但是又没有买的, 就是咖啡机 我个人就不是那些咖啡迷来的 只不过就说, 想买一部咖啡机 很帅的, 放个杯进去, 按个按键 转过头, 看看报纸 咦, 现在喝了 所以有那种, 不用自己冲的感觉 最捐烈的, 都可以试试不同的咖啡豆 不同的咖啡味 始终咖啡豆的味道也很重要 本来就想买三千多元到五千元 因为我见到那些千多元也有 不要说虚粉那种蒸溜咖啡 滴溜咖啡, 不要说那种 就是说正常的, 好像很帅 要按按键, 要搅搅搅搅搅搅搅 一千多元就有 可不可以慢慢才能理解到 原来那些半自动, 不是我想要那种 就想买全自动 全自动也要四五千元起跳 都可以, 四五千元也可以 本来看的那部, 都挺帅的, 五千元左右 但是, 没得自动打奶 要自己冻, 拿起杯在蒸汽口内 等等等等, 我又不想 我又不是很喜欢阿浦 最后, 想着买一部 有一部, 有个盆子, 连奶一起 整天拆出来, 在雪櫃里面 那种, 六千多元 就看到, 都好像 周围都有这个款 随便吧 接着, 走出去, 看看其他那些机 本来都叫别人拿那套 看看, 咦, 付钱之前, 谁知道多口 别人的贵, 这个样子挺漂亮的 什么料子 样子当然漂亮很多 最后, 当然是不敌外表 就买了一部贵 所以, 这次的败血经验 如果你六千元这个价位来说 基本上, 都是负数六十个巴仙 都是负数 本来想买得便宜一点 而我本身对咖啡的认识 就很清楚 大部份的东西, 我都知道 就是不懂的 我听到那些群有建议 他说,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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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好喝 我没喝, 我没知道 那部机器还没来 我想, 我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 不如先买一些便宜一点的东西 买一些便宜一点的东西 应该正常是这样想的 上去的人快门了 我找哥哥介绍一下 他们很耐心跟我讲解 他说了很多东西 包括哪里是铲 怎样斗的营 然后有深炒 浅炒 中炒 就是差点没说不炒 又大一点, 又小一点 说了很多 说完之后 我当时很想跟他说什么 我当时很想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拿一张日线图出来给我看看 大哥 或者给个号码我 我只懂这些 你只说我 我只不懂你说什么 哈哈哈哈 就这样跟我说 说完, 开了个魂 跟我说红酒 我真的不懂 喝,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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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陈豪那样 年老那样开咖啡室都可以 又炒股又炒股又炒豆又炒咖啡 哇, 几个人 一起三炒 然后那个名字叫三炒 free fry 3F 挺帅的 当你炒豆的时候 拿着一杯咖啡 又喝 然后可以炒股票 几个人 那 最后我就跟他说 我只是想不太酸 他就立刻收声 给他两包饭我 我问他几个钱 他说不太贵 145元一包 一包200g 充十多杯左右 咦, 我立刻心想 我这些估计 其实是否不知道 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还是我认错呢 150元喝十几杯咖啡 一杯都要十几元 真的挺帅的 我立刻就很怀念 当时那一刻 因为我买了股票 咖啡豆 不理由 买股票不买股票 那么帅 当时我立刻就很怀念 我三六零买那些 二十元一瓶那些 咖啡豆 突然都是咖啡豆 只不过抹好给你 你这么想就行了 没办法 我想到一杯 以前我喝一瓶 喝十几二十杯 就是等于我现在一两杯的价钱 没想过这件事 不要说中伏 下次就要评估一下 这些伙子 我应该怎么想 我不相信 拍得住今天 今天汽车 下海那件事 整个局 不知道 有些咖啡豆 有些咖啡豆 是几百元 很大包 麻包袋 一半大包 都有的 我当然相信味道不同 会有些 那我说回正经事 说到恒指 恒指就受美股拖累 加上七百业绩一气 一起大大锅 跌最多七百点 然后反弹两三百点 全日跌五百二十三点 收二零一二零 成交12亿又不是特别大 又不是特别小 就是合理区价 就是正常的区价 目前来说是正常的区价 而今天大部分的股份都是跌的 升的有 升什么呢 简单说 主要是升内房 物管 内银和光伏 今天北水 都再次大幅流入价 下了六十五亿 当中军实 和东方电器 都十大升幅 也有份 东方电器 都爬一爬 又再爬上来 而昨晚美股大跌 道指跌幅 基本上消化了前面那几天的升幅 虽然预期是要跌的 但是前几天的走势 也看上去不是特别太差 突破有支持 也算是企运 真是想不到昨天这样跌 再来 盘中的美股 其实也不算特别好 收市之后就更加差 如果说现在 四百多东西 不是说笑 今天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个 翻新的机会 暂时就未知 今次的跌势究竟是什么策动呢 外围解释主要是 因为target那份业绩 实在大幅低于市场预期 嚇到人 所以担心到通胀会蠶食 企业盈利 然后加息部分也会高速推动 又刚好 昨天英国报告通胀也达到9.0的水平 虽然远期是9.1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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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个担心 因为里面不乏是知名的大行 主要是看他们在授权的通讯平台以外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跟客人说 情况会否好变呢 这里确实会有逃离的感觉 因为原因大家都担心 不知道会否发烤 不过不理原因是怎样 这次由这些消息一起带出来的共振 基本上已经令到原本弹上去的美股 又回到原点 而这个状态 我觉得都是维持我之前一直说的 年初开始说的 就是美国的经济走势 会好似我们经济走势的格局 我们只不过会制后 大家会重复那些顶和底 暂时就静观其变 今晚我想也未必仰好 对比起昨天美股大跌 腾讯的业绩 其实现在来说 有些不足挂齿 其实今天早上也在早晨明等 过去的业绩 都是一句话去总结 就是情理之中 稍微意料之外 简单说一下他的业绩 详细的状态 又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他2022年第一季 收入大约是1354.7亿 按年增长不足0.2% 基本上没有动过 在上市以来最差的一季的增长表现 而IFRS做了255.5亿 按年倒退22.86% 即23%左右 低于市场预期 19% 近400个百分点 而且连续三季一起出现倒退 我们分项目去看 增值服务 即是游戏机那一类 这里他做了727亿 同比增长0.4% 也就是持平 而基本上 本土市场的收入是下降1% 做330亿 但其实他以往也试过游戏下降 即是本土市场 当时他没有分海外和本土 一次过说也有下跌 但我不忘了哪个季度 然后他也跌过 跌了之后他又爬上来 所以这1%的跌幅 其实不至于很差 因为我们要明白到 现在是什么环境 大家都知道 而国际市场收入 增长了4% 去到106亿 即是说他慢慢地爬下国外市场 对比国内市场 他慢慢地有机会 国外市场做的份额 是差不多一半国内市场 看到是这样的 如果用固定的汇率去计算 其实增长是8% 因为有个汇率差 这期你知人仔跌得多 而社交网络 当时应该是 没错 人仔跌得多 而社交网络的收益是291亿 按年是1%增长 当中大行比较看好微信 和WeChat的用户 依然是有增长 但我觉得 他基本上都见顶 未来不会再有很大幅的增长 因为对外市场已经饱和 而且这个增长 也是几年前已经说过 不是现在才来说 只是在这煲汤里面 可以滚到多少鱼 而且你要滚 其实你也可以滚到很多 只不过是他能否给 以及你怎样滚 虽然你说人数增长不行 但其他东西还可以增长 而在游戏方面 不好意思 1、2、3月 都是继续炒冷饭 没错 又是炒王者和荣耀 大致和平精英之Pachimobo 就是这样 没什么神异 不过在这样的前提下 其实新版号也不听话 和2021年是一个高基数高峰值的状态 去看的 做法是差不多的数 其实也不是很差的 只是说这两个游戏 接下来还能不能带动他 是否强劳之末呢 这是大家心里有数 总体而言 如果再没有什么新游戏 而同时又不准收购代理其他游戏 这个部分会遇到压力 应该是 但是这件事也说了很多年 但是人又很有趣 他打开又不断打 和平精英打了好几年 当时出来 Pachim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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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难说 看看就知道 会不会有新游戏替代他 但我也换了个角度 有新游戏替代他 是否代表他可以继续爆了这么久 其实他很大的状态就是 玩这类型的游戏 都是这群人 你推出一只新游戏 然后你将这群人 其实就把这群人吸到那里 就像我们电动车和油车的关系 其实你没有新增 当然了 新游戏也有些 原本已经不玩Pachimobo 那些人就跑了去玩 假设同类型的游戏 Pachimobo 可能都会做到 做到 但是下去 能不能继续维持长久呢 其实也未必可以 因为这个变相是一个 什么问题 是一个市场的问题 然后人 打机的始终都是年轻出来打 多的 你没理由四五十岁 还不停地打 相对来说少 不是没有 那些生血在生孩子的年龄层那里 你见到有些萎缩 其实它是否可以后继呢 如果经济不跟着走 那它课金 你当然可以加价 人少了就可以加价了 但是 如果经济不好 在课金那里 你又不可以多 其实它这里 是不是会有一个 压益呢 即是会碰到天花板呢 其实某程度上 是 兼且是有一个 怎样说呢 有一个风险在里面 因为你找不到这只游戏的时候 那些人就不停地老了 后面上的人又不够 即是 你问我 现在你会不会去打 我三十四十年前 打的 包补兄弟 他说不会 是吧 有时候他出了一些赛车 他说玩一会 你玩一会 也没兴趣再继续玩 不会像四十年前 那样 经常想破关 经常想去救公主 经常去顶龟 现在又不会 所以他会遇到这种状态 而 如果他说 反过来有新游戏 他不一定是爆游戏 其实某程度上 如果你是 板好可以保持到 都会帮得到一点 就比你完全没有新游戏 因为起码都会有一段时间 有些人玩一下玩一下 接着可能就失去 这样的状态 当然 他都会分担 分担了少少王者荣耀的人 但你怎么都要试 所以其实更大的状态 是他那个市场 还有你怎么在这班 打机的人身上 真的会去打机的人 在这班人身上 找到更加多的钱 可能是比起 扩大用户基础 是更加重要的 当然了 就是国内市场 另外就是国外市场 另外就是国外市场 国外市场 你还觉得可以去反攻 但是 你做到多少呢 暂时就没办法估计 所以如果你说政策 真的松绑一点 对于腾讯业绩 是确实会有些帮助 不过在某些人眼中 可能觉得 你整个打机就是荼毒少年 这一点始终都还没消散 同时间 后面的吹化剂 还有一个可以 叫做刚才说的 这个海外市场 你可以憧憬 但是 你 你比较难去掌握 我们作为投资者 我们去观察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难掌握 所以 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就一直观察 可能去到某个地方 就停止了 另外就是金融和企业服务 做了427.6亿 增长约10% 这个部分目前是 增长最多的一部分 也是我自己觉得 以前一直都说 最看好的就是这个部分 也是最多空间的一个部分 但是随着疫情的问题 内地经济放缓的问题 可能以后 甚至 连就业也有问题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大环境 消费应该都会继续疲弱 所以这个部分 一定会遇到压力 未必我们想象中得那么顺利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相对而言 我觉得 不是说 别人预期他错 而是 他们预期的实体 应该说 不是外面大行预期腾讯的业绩 就是高估了他的业绩 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大行估错 这件事 其实主要是他们 没有估计到 实体经济所带来的影响 是有那么差 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你集中在公司那里 你已经看不到 因为已经是脱离了 就是好像 你看着港股自己结构 已经很低了 很低了 所以只能够一点一点出 好像我们昨晚都避了一些危险 幸好 但是 都没办法避光 走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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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直都提醒 要走一点 但就不能走光了 希望今天 今晚也不要太差 暂时看这件事 另外 网络广告 做了180亿 跌近百分之 这个部分 我以前说得比较多 以前已经说过 在生意刚刚起步 或者刚刚转差的时候 广告是会增加的 广告会比较好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效应会消失的 然后因为经济不好 或者 投放广告的效率 已经去到饱和点之后 大家就会减低 广告投放 即是说 现在 譬如说 封城 消费又这么差 我有钱投广告 我都会选择 在恢复的时候 再加多一点 所以如果 前期 本身经济又不好 然后再加上疫情 所以 你可以预期到 商家都不会投放广告 所以在去年 2021年 Q1的黄金期的时候 广告基数也特别大些 再加上年中 又杀死了教培行业 那么 2022年 Q1跌到这个数 其实我觉得 已经算是慢行 不是算特别差 你要知道 教培广告 是一个主力收入 这是腾讯自己说的 以前我们也分享过 计算过 广告的部分 这里不多说了 因此 目前的环境 我估计 Q2的广告 都是会差的 但是 到了Q3 可能会有点 曝光 到时才是 因为如果 那些东西 除非你一直拖住 那便没办法 其实整体而言 其他700Q1业绩 是否真的这么差 如果从利润的角度出发 那便是差了 即是反映到毛利减少 因为它在做的额度 是一样的 但是 收益差了 反映了什么 反映到毛利少了 支出高了 因为原本做的数 是差不多 营收 是差不多 但是 这个状态下 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 你的利润 就是倒退了五分之一 有多 只有20% 但是 从营业 或者市场经济 去出发 它又不是太差 因为我们去年2021年 第一季度的时候 还是我们预约方中的时候 基数相对较高 基数相对有活力 所以 对比之下 实际经济环境下 是很大的落差 但是 在收益上 它又不是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觉得 它又不是真的那么差 但是去到今年 第一季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外围的风声 是说些什么 其实去年已经开始说 就知道 经济情况是怎样 所以它保持到 这个生键额 我觉得 而只是利润减少 我觉得 它也不算太差 从这个角度来看 在经济慢慢恢复的时候 其实 腾讯可能会是 比较有活力的公司 记得上年头 开始出监管政策 我们当时是说什么呢 但是当时我们就说 要看两个 我说其中一个季 季部 忘记QE 或QE 的季部 真正正的价值 真正正的问题 要看两到三个季度的变化 才知道这些政策 对它的成本影响有多大 如果你说2021 第一季 去对比2022年的第一季 没有什么特别监管的情况下 对比现在的监管 已经差不多做到高峰期 差不多完整 都说要退监管 我们看到大约的影响是20% 刚刚的营业收入又差不多 这样的情况下 真的是20% 大约是打击了20%左右 是否可以直接拿去对比PE 今早就说过 不行的 因为当时 当时腾讯的PE 非常多水分 很多 课施将来要做多少多少 无限大的市场 就是说那些 估计模型是神经的 最终 如果你这样算 就算不行的 千万不要直接对比 因为你可以用他当时的PE 扣20% 你就会觉得 现在有机会上去这么多 那你就会输 千万不要这样 而腾讯 我们几乎每一季度 都会评价他的业绩 基本上跟我们看到的 预期会出现的东西 是差不多的 价格下跌到400边 之后 我就没有再去估计 当时的650 说他会跌到500 500 会跌到400 400之后我就没有再说了 直到上几个月 我的评价是什么呢 就是300到300元 可以进入 这份业绩出来了 是否还可以 以300或者300元 去买呢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腾讯的业务 是否见底 要多看一到两季的变化 因为封城 对它有好有不好 这里相对来说 是比较难评估 而同时也要看中国疫情 疫情之后 它的经济恢复得如何 疫情多多久 封多久 这个月有多长 普通人是没有太多看得到的 而你要看到这些数 大约知道 接着 我们就用环境去判断 当你看到业绩之后 对比环境 你去看看这个变化 你就会知道 它将来会不会好 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它 但是如果你说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 譬如我们这样看到 看到业绩 经济一直拖下去 一路向下走 一路一路这样 封城 或者间歇性 周围周围封 或者输出 出口又不行 这个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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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时候 我想人民 首先会考虑生存的问题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不用出业绩 你也可以想到 对他的业绩 对他的收益 一定会存在不确定性 就要视乎 整个国家的政策 是怎样去拜 而面对这个问题 也不是单单 是腾讯一个 是相当多 企业都在面对这件事 所以这个位置 加这个业绩 加这个市况 我觉得300元附近 尚可买一注 作一个长线的考虑 就是300元左右 但是 是否可以一路用一个 我们以往会用的 就是向下加货呢 这个策略呢 我觉得 不是很合理 因为他未来的风险 是你确定不了的 所以我认为 如果当他真的跌了 不好意思 300元再入 接着他跌到270 280元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先止换 然后再寻找机会再买 跌回来 再跌深一点 我们再再买 下次看要不要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中长线的考虑 我觉得整个 这个科技股的板块 起码都要 真的正确是半年左右 以上 才可以恢复到 开始恢复 但是如果你这么说 其实这些位置 就相对是 低位附近 你不会半年后 才是低位立即恢复 不会是这样的 不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正常就是这些位附近 如果你说 换一个角度 现在他也是在一个横行区 叫做一个横行区的底部 今天抛了一支针 你看到他抛了针 有些反应 这个不是这个市场打出来的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 可能市场又会打两军 瘋的 打下去 穿不下 又再上 又不出奇 或者打牛 红镇 会不会有这样的状态 暂时看到他还在一个横行区那里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横行区那里 去底部 如果你买进来 炒一个range的波幅 我觉得又未尝不可 当然我们在困里面 就做这些东西 我们在335 左右 335 336 附近就抛了底 高位也有些钱 但是不多 我们也买不多 一直都这样加上去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就拼一个短线 波幅区间上落 就不要想着他爆升 或者怎么样 每次都是这样的 腾讯就是 他在业绩前升 他业绩的时候 又打下来 机会很大 所以昨天也一直说 要避险 虽然我昨天分析 就是说 有机会 马仔就说 不是... 不是... 不是衰退 不是这么多 但是今天跌 如果看回他 其实他自己跌 又不是真的跌了这么多 也是一个可控范围 这里不会全部都是他的业绩 造成的 你昨天看到ADR上半场 他就跌了这么多 下半场就跟着美股失控 这里一定是包含了美股的 步伐 所以美股这样打下来 所以他也不是真的跌了很多 几个% 可以合理地接受 我觉得 在这样的环境下 但是有机会再上去 我们就看着短期的波幅区间 而我们要知道 现在的腾讯 已经不是我们以前认为 那个腾讯 更加多的 他已经变成了周期股 而 要他再一次爆升到以前的水平 那不是不行的 什么都有可能的 即是说 他需要什么条件 首先需要有一个新的市场 不能是一个实际地方的市场 或是是一个业务上的市场 他一定要带入这种新的动力 他才可以继续往上走 但目前我们就看不到这件事 而单靠目前的东西 其实是难以恢复旧观的 好像几年前 我一直都说 微信帮到他 最后 微信支付帮到他很多 我看好这个部分 你看到他在金融部分 一路一路变成三大支柱 其中一个支柱 当时还是比较小的 如果从新的动力去想 在现在这样的大环境 以及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 你想 还有没有很好的士气 去给他们公司的人 去创新至上呢 这个应该要反思一下 所以我想大家在这个状态下 首先都会求什么 求温饱先 能温饱再创新 当然 这个是大企业 有些小的公司 就未必的 小的公司可能就是 在很穷的时候 才爆发他的小宇宙 然后就爆上去 但是 腾讯就应该不是这种类型的公司 好了 腾讯大约就说到这里 我觉得 仍然对他乐观 不会极之悲观 因为 始终二欧的社会已经变了 要靠他们 你打完也好 只不过不是他就是第二间 这样 好了 想再提一提 5月25日 接下来 会有FOMC的议息记录 接着5月26日 就是9988的业绩 然后5月27日 就是美国PCE的数据 意思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全都发生在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 有可能 都会再是一个动荡的星期 所以大家都是要 坐稳 小心点 好吗 多谢大家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没有订阅过 按下个星期间全部 我会告诉你 我有影片出的时候 就会跟你说 然后就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分享我的频道 如果想参加我们的Telegram group 就参加我们的Patreon 或者我们的YouTube 多谢大家 再见 拜拜 Hello 各位各位各位大家好 真人的Patreon 终于上线了 未来我们的会员片 独家片 独家分析片 10分钟教学 10分钟分析 还有会员仓 我们也会放在Patreon 里面 以后大家可以去Patreon 看 Youtube 我们慢慢就会发出 而这条影片主要是教大家 如何在Patreon 找到我们 首先就是上去Patreon.com 然后打入我们 张三峰真人 这里就会显示到 我们的专业的名字 然后你就点击进去 就会进入我们的页面里面 到页面里面之后 你就会见到 这里有三个本员等级 首先第一个会员等级就是最基本的 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独家片 所有的会员片 所有的会员片 即人仓 这些 而第二个等级就是Telegram Telegram的Member 这个可以进入我们的TG群 可以平时和我们交流 每天可以收到我早上的 一个早晨明灯的一个播cast 然后另外就是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一个课程的会员 但这个暂时就未开放的 所以那个价钱是很贵很贵的 大家就千万不要搞错了 我都没办法退签给你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搞错 这个将会是未来根据我们 尝试开课程的时候 才会参加的 到时候我们会有些片 再介绍给大家 所以暂时就不需要去担心 好了 去到下一步 首先你需要自己一个Patreon的账号 或者登入自己的账号 然后当你登入完毕之后 或者申请完毕之后 你按OK 那你就会登进去 登进去之后 你就会需要选择 究竟用什么付款的方式 可以用Credit Card 可以用PayPal 如果有Credit Card 就用Credit Card 没有Credit Card 可以尝试一下用PayPal PayPal也可以尝试申请 另外 如果成功了之后 如果你是Telegram Group的会员 你就会收到一封电邮 这封电邮就会有一条连续 那条连续你按下去 它就会在Telegram那里 寄出一个讯息给我 就会告诉我 我可以加你 然后我加你的时候 你慢慢同时 你都将你的Patreon ID 和你的付款之头 都寄出给我 我核实了之后 48个小时之内 我就会将你加入群组里面 如果你是补党会员的话 你都会收到一封 欢迎的电邮 当你收到这封电邮的时候 就证明你已经收到成功了 就这样加入了我们的Patreon 好了 多谢大家 记得可以的话 就去Patreon那里加入做我们的会员 多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